我是新观点 我是新观点 各位朋友晚安 我是好观众们今天欢迎收看 五四新观点 我是新观点 叶框是我们之前说 他是吃吃喝喝部长 真的吃饭吃出的问题 其实现在不只是吃饭吃出的问题 我们严格来说 应该是夜路走多中遇鬼 虽然蔡正元每日一报 原本的美艳女歌手 现在发现其实是一个 中年首女 但还真的有美艳女歌手 等会来告诉你 到底谁是那位美艳女歌手 我们刚刚来介绍 在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 是资认媒体员王瑞德 阿光好 大家好 康仁俊 阿光好 好 新新闻副社长陈同好 阿光好 大家好 段宁昌委员 大家好 好 以及在今天来到现场的 反E-Tech联盟胡孟瑜 胡孟瑜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我们赶快带你来看 到底美艳女歌手是谁呢 长发披肩遮不住的好身材 交通部长叶光石 真的和美艳女星合唱 但不在立委蔡正元 爆料的生日夜 而是台湾观光协会的尾牙场 其实你们讲部长 我还不晓得是哪个部长 我刚刚还问我的朋友 说部长的她的群名 叫什么名字 所以我感到非常茫然 美艳女子就是她 这么巧也叫嘉飞 和总统府发言人同名 32岁是位活动主持人 她说当天帮日丽主持尾牙 听到叶光石就在隔壁 主动找上门 我不晓得跟我对上的就是部长 对 他是唱到一半了 然后他们才跟我讲说是部长 我就很惊讶这样子 不只合照 两人还合唱这首 男人情 女人心 自认识普通打招呼 却被爆料 她大呼意外 我不晓得这个荣幸跟惊讶 会造成今天这么大的局面 那个女歌手不穷自然 没有经过我们同意 然后就过来 观光协会也澄清 在场没人认识女主持 还说对叶部长很抱歉 一带风头上 立委连日爆料 和叶光石扯上边的 都男性面 三立新闻 杨子杰范新宇 台北参谱到 好 这个女歌手真怪啊 是 第一怪怪在哪里 她不是他们的场子 她跑到隔壁的场子去插花 没错 然后插花不打紧 她不认识部长 她不知道谁是交通部长 叫什么名字还觉得很茫然呢 而且一去了之后 三位迈去 天就开始穿完 完全不知道唱的人是谁 所以这个戏友我讲真的 大家看得不沙沙 但是我们也很怀疑 高通部是否整个海洋洋 这是不是有一点像 我们去吃喜酒的时候 发现 这位先生 您是男方的朋友吗 不是 这位先生 您是女方的朋友吗 也不是 因为你是隔壁那个喜宴场合 做错桌的 对 现在大家其实一直都在追说 蔡正元所爆料 那个美艳女歌手是谁 结果一直大家都东拆西拆之后 现在有一个正版的出来了 结果没有想到就像 你现在看到这张照片 就刚刚访问的那一个人 那这个女生也很特别 她应该是一个购物台的一个主持人 那这一天呢 根据这个交通部的官员回忆 这个场子在1月13号 叫台湾观光协会办的尾牙 那夜矿使是应邀到那个地方去 结果就您刚提到的这个主持人 他说不是这个顶位你知道吗 隔壁顶位自己走过来 跑过来之后呢 开始很热热 好像据说他跟在场 因为是观光协会嘛 所以旅行社的业者什么 他有认识 就这样寒暄起来 甚至唱起歌 好 但是王瑞德在上个礼拜 成功命中三首歌 就是那个 那卡士小李夫妇 跟夜矿使合唱的三首歌 一个是橄榄树 一个是忘你早归 另外一首是生日快乐 那么这一次跟嘉飞唱的是什么 男人 男人心 男人情 女人心 男人情 女人心 从这里可以看出 我们夜部长还蛮会唱歌的 没错 因为我发现他这些歌 我都不会唱 他都会唱 所以他真的是吃吃喝喝部长 整天在吃饭应酬唱歌 那我们上个礼拜也说 饭会当欲买吃 我会不会当欲买说 这是过去 我们老人家提醒我们的 对不对 是 但其实事实证明 饭也会当欲买吃 那现在我们的夜部长呢 几次的餐会 我们注意到 跟他吃饭的人都有故事 比如说林鹏良 我们讲到林鹏良的时候 讲到那个六千块的 Hermes领带 讲到他一年六百万的公关费 讲到他也是一个 吃吃喝喝总经理 好 再来看 在极品轩那场餐会 还有一位人物 他是前中山大学校长 刘维棋 刘维棋的故事也很多 没错 而且你还记得吗 当时大家问说 叶匡士说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吃饭 你会记得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我说我日以继业为台湾拼经济 大家都用负面的观感看这些事情 我说真的 如果你真的是很努力的拼经济 你跟这些什么真正的专家学 我特别强调 真正的专家学者 我觉得大家都会用正面的眼光看你 但问题是你刚提到的刘维棋 好 来 他本身就有很多争议 我先打个岔好了 因为叶匡士不断强调 这不是我的场子 我是陪客 真的主角是吴寿山 对不对 他是不是这样讲 可是怪了 虽然不是他的场子 来的都是他的麻吉 麻吉你知道吗 来 林鹏良 是他中山大学的学生 他一手力挺提拔 即便经历过性骚扰风暴 公关费风暴 Hermes领带风暴 仍然力挺他 是 刘维棋也是 刘维棋是当时在高铁要 本来有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要提名他的时候 有很多负面的声音和批评的声浪的时候 叶匡士也是力挺刘维棋 没错 而且当时大家的质疑的点就是很简单 因为刘维棋之前呢 在这个担任保华银行的董事长的时候呢 被检调质疑说他协助掏空保华银行 那这个案子我稍微快地解释一下 反正就是NICE集团呢 他入主了保华银行之后 用很低的价钱 把他的债券买下来之后 又卖给他自己的子公司 叫做通保国际投顾 那通保呢 又把这一笔钱用 就他30亿买的 就用33亿卖给通用公司GM 结果你看那里很贪3亿对吧 通保说我这个已经卖给你了 结果我又把这个31这一笔债权拿过来 再去跟保华银行买61的这个 这个当时的康仁君太忙了 对 等一下 再说一次 他是怎么样无鬼搬运 当时呢 刘维棋他是担任这个保华银行的董事长 保华银行董事长 结果NICE集团进驻之后呢 用很低的价钱 他有一批不良的债券嘛 他就把这个债权用很低的价钱买进来 那这个保华银行呢 他自己本身下面有一个叫做通保国际这个投雇 通保国际投雇是保华银行旗下的 结果呢NICE集团用30亿的价钱 卖了一批的这个债权 给了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公司叫做通保 那所以他是不是拿了 先花了30亿对不对 可是通保把这一批的债权 卖给另外一家公司 叫台湾通用GM这个公司 卖了33亿 所以这中间就有了三亿的价差 好 那你现在把它卖掉了对不对 结果呢通保呢 再去跟这一个GM呢 拿这一批债权再拿过来 再去跟保华买60亿的债权 所以他等一毛钱都没有花 他就买到了60亿 他的股票的资产 那所以当时呢 检调在调查的时候就质疑说 那你刘维奇就涉嫌掏空嘛 结果当时呢因为交通部要力保他担任 这一个高铁的独立董事 那大家都质疑讲说 你说自己本身就有问题啊 叶匡时喔 就先力挺他了 对 他当时做政府次长 他就跳出来 他讲说他们这些人的学士人品都没有问题啊 而且你讲他 人家法院就判他无罪嘛 这个案子就没有法律上面来讲 人家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我讲实话 你如果要拚经济 你跟真正的专家学者 不要有那些奇奇怪怪啦 那种传言或者怎么样 不管你们被诊识过 可是难道你一定要跟这些人交朋友吗 好 所以来 委员 这些人表面上是学者 其实我们在现在很多学界里头 有一种叫做真正的学者 每天做学问 做研究的 有一种叫政治学者 甚至可以称为前科学者 刘威琪当过国票金的董事长 还有另外一位当过国票金的董事长 我想到叫做林华德 那很有趣就是说 林华德他去关过 刘威琪被判无罪 林华德被抓去关了 他是因为收购的案子 收购案子又牵涉到徐旭东 所以这些其实都又都在一起 那林华德本来他是台大的教授 后来呢 这个学而优则商 然后呢 不但商 而且呢 党政关系非常之好 其实有一段设计 因为那时候掌握收购的是 泰社 太平洋建设张家 那张家财务很不好 所以就找了林华德 帮忙设计一套交易 那那个时候国民党也帮忙 国民党的党赢事业 要帮这个泰社张家的忙 怎么帮呢 其实因为泰社是股票上市公司 他所掌握的收购的股票 就算卖了 但是这个钱回不到张家 所以他去想了一个办法 他去找把这个 这个泰社所掌握的收购的股票 卖给谁呢 卖给国民党 卖给国民党的一个党赢事业 叫做华德 那这里面是由林华德帮忙去设计的 叫卖给华德 然后从华德再转回到张家 但是没有想到 2000年政党轮替了 政党轮替之后呢 这个买卖就已经买卖了 这个买卖就不敢再继续往下走了 然后呢就由华德 这个德华呢 再卖回给这个泰社 那这里面 国民党纯粹帮这个张家的忙 否则的话这个股票已经过户给我了 而且股票过户 那我就变成这个 这个收购的大股东了 本来国民党是可以把它吃掉 但是不改 所以把这个又转回去 这里面其实 国民党去付了税 因为这股票交易的这个税 他就付了税 然后呢后来 泰社张家给 国民党的就是这个税金 我去帮你补了 我就帮你缴掉之后 另外给了他们一点手续费 几百万的手续费 那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但是从这个没有完成 因为政党交易 这个被迫挡下来的这个案子 这一套他们就已经超演过一次 所以才有后来 这个让徐旭东 去把这一出戏继续演完的 后面这个故事 所以这里面 所以他们已经有 SOP了 已经演过一次了 已经去设计过一次 我听说后面 这整个去安排这个剧本呢 是林华德 那林华德是什么样的身份呢 他是学者啊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有很多的学者 包括刘维奇 包括林华德 你会发现他不光是做学问 他做学问其实是其次 他后来呢 因为他在学界的人脉 然后让他可以去做生意 不光做生意 还可以去串通串西 你看看刘维奇 后来不光是去当了董事 他回头可以当大学校长 你看他这样子 学 政 商 其实是三期 他都可以有影响力 而且不光有影响力 还可以取得特权 让他们去帮忙掏空公司 让他们可以去串联这些人脉 这些人所有的影响力 其实是永远超过 在台面上我们看得到的 这个你叫了出名号的人 好 难道这就是 叶匡时的拼经济吗 所以东华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谈到 叶匡时是越业越美丽 他的晚上比白天还精彩 他都跟哪些人吃饭 从桃园机场 总经理就变成华航的总经理 你知道吗 桃机基本上还不是上市贵公司 可是这个华航呢 是代表中华民国 我们的影响有半官方的色彩的 那个资源就不得了 吴寿山他是贵买中心 管股票上贵公司的 是 刘维奇 你看他这个台头叫前中央大学校长 中山大学校长 绝对不是看前中山大学校长这个台头 他现在的台头叫什么 叫做中华大学校长 中华大学前一 前两任的校长叫什么名字呢 张家柱 中华大学的上两任 他的上一手再上一手叫张家柱 张家柱后来做什么位置呢 从中华大学的校长变成中刚董事长 所以突然发现 他们就是一个group的吗 是 就是所谓的交通帮 全数是一脉相承 我们带你来看 当初刘维奇在立法院引起多大的抨击 他涉嫌掏空还可以全身而退 那这个高铁让他去 是不是也要让他掏空 然后又可以换到别的地方去 已经汗到高铁里里里里里 亏损连连 虽然高铁叫做民营公司 但是去当官股的代表 每个月再领个 180万90万 这也是肥猫耶 好 所以我们来看 跟他bodybody的这些兄弟 整天跟他吃吃喝这些兄弟 他们都在干什么 因为国民党有一个文化 你像刘维奇 中山大学的校长对不对 他在91还92年的时候交棒 那个时候叶匡石 就是他学校中山大学气管系的教授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是学生 好朋友 跟叶匡石 这个是原来叶匡石的长官 中山大学的校长 所以他是叶匡石的长官 可是刘维奇先生 如果只是这样子 那一点都不值得讨论 刘维奇身上最大的秘密是什么 是中华国民党的党产 这个价值 中国国民党的党产又跟他有关 对对对 它的价值大概是250亿的净值 或者是说250亿的价值 在马英九当国民党党主席之后 从2006年以后 他为了处 他说易得说要处理党产 那怎么办呢 他刚开始要卖卖不掉 后来怎么 搞信托 把党产从国民党信托出去 那时候有七个信托人 刘维奇就是其中的一个受托人 那刘维奇呢 为什么可以负担这种角色呢 因为在更早之前 在李登辉先生 刚接任中华民国总统 然后接任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 刘维奇就是早期中央投资的董事长 刘维奇在那个年代 中投开始大量的投资 非常多的生意 那时候呢 在太工的年代 刘维奇是非常红的 那刘维奇一直到1997年 96年左右呢 忽然间就不敢再当中投董事长了 赶快跑去什么 中山大学 所以你知道刘维奇身上 有非常多的秘密 最大的一个秘密 就是党产 等到2006年 马英九当党主席之后呢 刘维奇就成为马英九 他们找出来 七个受托人 专门帮国民党管党产 你现在看到国民党 从2008年以后 每年可以缴十几 可以收到十几亿的鼓励 这十几二十亿的鼓励 都是来自中央投资公司 那中央投资公司呢 的受托人是谁 就是七个 刘维奇其中一个 连玉在六年来 没有间断过 他从来没有被换过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为什么 2008年以后 他成为官方指定的 台湾高铁独立董事 为什么 连维奇可以成为 这个过去 会成为这个 从保安银行 董事长出事之后 还可以当国票金控的董事长 他的政商关系 那是像千衰天一样 你是看不到的 你能够知道的很少的 直到夜匡时吃饭 吃出那么多 一些饭桶的事情之后 你就看到 原来其中有一团 刘维奇是重要的人物 这就是国民党 那种很像冰山一样的 那种绵绵蜜蜜蜜 像朱之网一样的 这种政商人脉 就是这么来的 刘维奇表面上 是学界人士 事实上是党学两期 党学两期的背后 是政治 党产了 东豪我只问一个问题 因为你是非常非常资深的新闻记者 我来问一下 这样的犯局你相信就是 拼创业环境吗 是 但是拼的是谁的创业环境 我们要问的是 拼谁的创业环境 我觉得这些官员 是不是都把我们当三岁小孩 我那么讲 比如说那个土鸡成宴 那一群人聚在一起 就只是为了唱生日快乐歌吗 然后什么话 并尚爱烦恼 并尚爱烦恼 没有啦 什么事情都没说啦 只是唱一个生日快乐歌 祝个生日快乐 然后这样一个餐会 只是为了拼创业环境吗 所以是不是都把我们当作三岁小孩 这个就叫人脉 什么叫做人脉经营 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的场合 不会去谈 需要两个人知道的事情 可是平常就没有聚在一起 平常就不吃饭 不喝酒 不应酬 不增加彼此的感情 有事要帮忙的时候 为什么要帮你呢 你从土鸡成也好 唱生日快乐 这边也有生日快乐 为什么 这都是在联络感情 等到需要的时候 你就从你的人脉库里面 从人脉库里面 挑出你需要帮忙的人 好来 会员 但是为什么大家 整天这样猜猜猜猜到底他们吃饭在干嘛 因为蔡正元一直不把证据摊在阳光下嘛 所以大家整天都会有嘛 所以有人说他这是爬粪爆料 有人说他是揭发弊端 他到底是爬粪爆料呢 还是揭发弊端呢 甚至有绿营质疑说他是在微味旧照 但你说他微味旧照又不太像啊 因为e-tech的烽火漫天啊 也不太像微味旧照 所以到底蔡正元为何而战 为谁而战 而这样的爆料真的是爬粪爆料吗 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猜测蔡委员的动机 不过就我看起来 他的这个无论是揭闭也好 爆料也好 指控也好 其实证据都不够坚实 那我觉得如果以我自己的处理方式 我大概会比较会做反复的查证 会比较希望提出更明确的一个证据 更何况蔡委员本身的争议其实也很多 我们如果要讲蔡正元 去怎么样拿到中营董事长的故事 或在他担任中营董事长之后 惹了多少的风波 或者是他自己的密友 在中营董事长里面担任职务等等 或者他的薪水 我想这个我们大概也可以用一集来讲 不过我必须要讲 这个叶部长其实太过于喜欢饮宴 我觉得也可能从他在 说不定在大学担任教授就已经开始 因为他自己也在做生意 他自己也在做生意 不过我自己的一个经验 我跟大家讲 其实在台湾政坛有一批人 无论今天在朝者是谁 是李登辉 是陈水扁 是马英九 他们永远都会出现 他们非常的厉害 我举个例子 2000年民进党政党执政之后 就开始有一些人出现在民进党的圈子里面 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有一些人出来我们民进党在一起吃饭 他就会出现 有一些人很有名 那是叫职业前客吗 有一些人很有名 叫金济九 这个事情是民进党丢脸的事情 那我自己跟金济九认识 是2000年政党轮替之后 我是2001年当选立委 我在2000年的时候还是台北市议员 那我们有些党内聚会 他就会出现 他就扮演那个角色 我跟大家讲一下 譬如说他出现之后 他就说 阿关我帮你看一下首相 他很会看相 看相啊 他这个看相 真的讲得真有一套 这个活灵活现 你就会对他印象很好 那我大概跟他一起 大概吃饭 大概吃了两三次 那其实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是刘泰英身边的人 对不对 他是刘泰英的亲信 他是国民党 打赢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他是刘泰英的白手套 然后他在政党轮替之后 跑到民进党的圈子里面 我觉得民进党的人 其实那时候也警觉性不够 所以我必须要提出来 有一群人 无论政党轮替 无论谁来当主子 他就是永远的执政者 他就是会出现在身边 这些人 他就是想要从这个交往过程里面 得到好处 他就是会安排 他就是会安排饮宴 他就是安排你喜欢的事情 就是这样 那不论是你今天担任部长也好 担任立法委员也好 担任什么样的职务 当你掌握权力 你就要小心 你就是要跟这些人保持距离 你就要非常清楚知道他要什么 这才是一个重点 好 从刚刚委员所谈到的经济酒世界 我们的官员 我们的部长 下班之后 到底都跟什么样的人吃吃喝喝 我们就给勾画出那样的轮廓 在今天马总统说 我在演考会的时候我都吃25块的餐碟 我每天都是吃便当 问题是马总统你吃便当 你下面的人不是吃便当 你下面的人是吃鱼吃吃鲍鱼吃极品轩 是吃吃喝喝吃拿咖西 是美艳歌手 他们过的是这样的生活 而在这样的生活当中 你说没有问题都干干净净吗 而整件事情夜矿石 是不是真的就如同我们刚开场所说的 是夜路走多遇见鬼 当然林宝庸是这么说的 他说这是一个阴谋 有怀疑 也某种程度的质疑 他是台人的法教人 对 因为整件事情 他是受贿者嘛 对 神老是中华电信的独家代理商 对 通路的独家代理 他是整件事情的得利者 而夜矿石是叫中华电信 跟他买股票的那个人嘛 对 所以他今天出来逢完王 其实说实在吗 有点满意 我觉得这个都是立场的不一样 就是说对林宝庸来说 其实他现在已经是占有这个优势 对不对 可是你看这一次 这次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犯局 因为有人想要把它踢掉 有人想要把它干掉 那这个友人其实就是说 应该是从去年七月 意思是说爆料者 想把神想把林宝庸给踢掉 对 就是这是双重的 第一个就是说林宝庸他从中华电信买了神脑30%股权之后 那他就独家成为中华电信受贿的厂商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现在到大陆去 真的是一帆风顺 所以对林宝庸来说 他很担心被踢掉 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 也是蔡委员所提到的 那林宝庸也曾经公开讲过就是会议记录 也就是说李延松当董事长的时代 那那时候其实就是有一方面要求说 中华电信要不要增加对神脑的持股 就是说你要嘛你就持股多一点 独家 要嘛你就走人 所以中华电信本身有两派意见 一派希望增加持股 然后一派希望卖掉 尤其是工会 工会这边说 为什么一定要神脑 那家像包括连强 包括别家通路商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利益庞大的纠葛 好 这个利益庞大的纠葛 可能听起来很复杂 但是我们讲的更简单一点 让观众朋友可以理解 玉珍 现在暴走哪咖戏 很多民众都把重点放在美艳女歌手 这是不对的 其实阿观在看这个事情 重点根本不是在美艳女歌手 而是在哪咖戏 为什么说哪咖戏呢 因为政商名流 叫哪咖戏都有固定的 比如说小李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那就像司机 你请司机很重要 今天司机不能把老板的行程说出去 老板今天见了什么人 跟什么人说话到哪里去 这个司机的口风要构建 他有信任感 政商名流叫哪咖戏 绝对不会临时起意 因为你一定找固定的哪咖戏 你知道口风景 比如说小李夫妇 我们知道小李夫妇 包括吴伯雄 包括很多政商名流 就找到为什么 因为他嘴巴非常紧 他绝对不会到外面去说 我告诉你啊 叶框石昨天跟什么人吃饭 搂了一个什么辣妹 他们在吃饭的现场 唱了什么歌 说了什么话 瞧了什么股票 他不会讲嘛 所以小李绝对不可能是 临时叫来的 而且爱安排 这一定是预先安排的 所以你看这整个局里面 我觉得有一个人的角色很关键 所以林宝庸说是临时的 那是不对的 叶框石说是临时的 那也是不对的 江淑平说是临时的 是临时的吗 有可能吗 绝对不是 其实我相信江淑平 个人非常清楚 也就是说 其实依我的推测 跟我发现 就是说整个事情 走到现在的一个状况 我认为说 林宝庸跟江淑平 两个人呢 其实是有合议的 而这个合议是什么 你又中华电信 够买一些嘛 现在刚才要跟当事长嘛 对不对 李延松那时就撤不好嘛 所以找一个机会 撤下去 所以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规划 所以这是一个刻意的安排嘛 这个规划的主角是谁 是江淑平加林宝庸 那希望谁 希望叶框石呢 在新的董事长 蔡立行要来之前 起码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啊 我现在还没办法告诉蔡立行说 你要不要增加神老的持股 可是呢 部长可以先决定 先告诉蔡立行说 有这件事情 而且呢 不要被别人 不要被另外别的通路商 被连抢被别人给抢走 所以呢 要保住神老的权益 好 所以 这里头多少谎言 我们来听林宝庸 上过五四新观点 他曾经在本节目 斩金截铁的说 我没有要卖一张股票 这会不会也是谎言呢 我们先带你来回顾 他当时怎么讲 从中华电信 投资神老的当天开始 就一直说 他的持股太少 要我们给他 现金增资 有没有 中华电信用了 八个月的时间评估 用我的净值 要投资我 结果 傻眼了 我的股价是28块 15块到190块 最大获利人是谁 中华电信 我再跟你 朋友们报告好不好 中华电信买我 我卖他七万多张 给我十亿七千万的现金 我用37块 全部再丢回去 买了 买了买回来 我七万几张买回来 存两万几张 好 所以玉珍 林宝庸说 我没有要卖 到底林宝庸不卖 还是林宝庸 很想让中华电信买 这是两个 不一样的立场 对 一个是我最对不要买 是你要把我买 另外一个是 他其实 想得不得了 拜托啊 中华电信来买我 买了我之后 只要持股够高 就能够确保我 独家代理的地位 对 到底真相是什么 其实呢 这个就是现阶段 会有这场饭局 会有这场聚会的一个关键 也就是说 这不是什么爬山会吗 对 也就是说 其实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其实姜硕平本身是 神老的监察人 他呢 他希望说 能够如果可以帮林宝庸 把这个事情搞定 搞定什么 搞定说 中华电信呢 可以增加 就说不管你要用增资 或是用什么方式 但是 能够先撤好 不然新的董事长来 再来撤就太慢了 所以在刚好李延松下来 新的董事长还没有来之前 这叫什么 最佳时机 而这个最佳时机呢 其实就是以林宝庸的立场 跟姜硕平就说 好 那我们呢 让中华电信呢 可以增加此股 有保障你神脑 在中华电信通路里头的 稳固位置 可是呢 你看看像张旭中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林宝庸 是很希望中华电信买他的嘛 那李延松当时 为什么会反对 因为包括工会 包括有很多中华电信 本身受到庞大的压力 一定会认为说 怎么会只有你神脑 没有别家 所以也一定有别的利益 要卡进来 所以这是一个在冲突 然后呢 为了要保住自己的权益的时候 一定要有这个饭局 而不是临时起义 只是我想 我想叶部长忽略了一点 也就是说 你要去吃饭 你要知道所为何来 今天即使是临时被找去 或说 哎呀 爬山来吧 来吃个饭 你也都要搞清楚 因为 你跟谁吃饭 你跟谁 现场有谁 什么人在现场 对 就是说现场有哪些人 然后还有什么样的活动 庆生 大概有没有什么外人 有什么外人 或是说 有哪些人 其实做一个部长 去到那里 一定要先清楚 哪些人在现场 好 那我们刚刚谈到林宝庸 如果以玉珍的看法 认为林宝庸 其实从头到尾 都希望中华电信买他的股票 当然 增加持股之后 能够确保他的地位 别人苦事丹丹 所以显然这里头 就有非常多的谎言 而且这绝对不是一场 非常单纯的 爬山之后的土鸡沉变 我要强调一点 那第二个我们要来讲的 就是说 神哪这家公司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还要玩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神哪真的就是像林宝庸所说 我就是脚踏实地 只负责做生意吗 我的员工呢 过年不休假 拼命打拼 就为了做生意 真的如此吗 如果真的如此 来玉珍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你应该知道 他为什么要请卓荣泰 这样一个政治人物 在退下政治舞台之后 到公司去帮他 照理说 你如果是生理人 你做生理 你应该呈 那个有做生理的 有管理经验的CEO 而不是请卓荣泰 我觉得林宝庸 在跟中华电信 做上这个生意之前 甚至之后呢 其实他都非常非常的重视 这样的关系 正常关系嘛 而且是要蓝绿 比如说呢 蓝的这边 为什么要有江硕平 这位国民党的中常委 然后呢 来担任他公司的董监事 那当然还要民进党的支持 因为呢 你说要中华电信 增加持股 而不会有反弹 那这个交通委员会 马上就会被 马上就会被钉嘛 所以呢 一定要有民进党 那我想这个卓荣泰以前在立法院的形象 还还算可以啦 所以呢 就就给你一个基金会 给你一个办公室的好位置 那对他来说 也是可以对立法院熟悉 综合蓝绿都有人 可以固守你未来的通路 未来的事业 那我觉得每个商人都如此 徐旭东不也这样吗 徐旭东不也蓝绿公司吗 好 来 所以林宝庸曾经在本节目说 他在得到中华电信的独家代理之前 没有跟任何一位交通部官员吃过饭 我想至少被检验了 他说他拿到独家代理之后 跟业部长前前后后 总共只有吃过四次饭 这也要被检验 当然我们更重要的是关心 我们的官员嘛 我们的官员才是我们的重点 今天我们的交通部长 在下班之后 有没有去瞧股票 有没有去赚自己口袋的经济 拼自己的经济 这才是老百姓最担心的 东好 不过蔡志元真的是每天一报 又报了中华电信 对不对 这一次他报的是 中华电信的基地台采购币 他说为什么公开招标 跟特定厂商 这之间的价差可以高达七倍 听起来很恐怖 七倍 因为蔡志元委员后来 他最近就喜欢用脸书 前几天又在脸书上公布了一个讯息 他说中华电信在采购一批3G的基地台 一千台 一千个基地台 平均每个基地台的单价 新台币 388万 那那个是用溢价的 后来公开招标 一批4G的一个设备 每一个台 每一个基地台的成本 招包金额大概是55万 你知道吗 388减掉55 差333万 刚好是333 我不晓得这个是巧合还是怎么样 还是在报名牌 但是怎么可能说溢价的会比公开交包差那么多 那显然就会怀疑有弊端 那中华电信是这样子 这个案子 蔡委员是说他要去跟调查局检局 要跟检查检局 我今天问了一下 还没有听到检调单位有谁受理到了 可是40我就没有问了 问了一下台北跟这个基隆路的调查局 那整个事情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其实是很好查 因为你是不管是溢价或招标 它都有一个金额 都有一个流程 这里面有没有人赚的好处 或者是在什么样的原因之下 会产生这样子的金额 一查就知道 但这件事情不是这么单纯 如果是蔡委员的说法 第一个 你是不是有官员护航 交通部的官员护航 不然为什么可以让他花38.8亿 花贵7倍的金额去买基地台 这是第一个 对 第二个 你除了官员护航之外 徒利了谁嘛 这些钱多出来的6倍 跑到谁的口袋里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他说 后来是事情变了 还回去篡改标单 哇篡改标单 这又是另外一项罪 可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 蔡委员这次的爆料 经不经准 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 因为他怎么讲 他是这样形容 他说当公开招标 发现价钱差7倍之后 大家要指标说 那你为什么之前 涨太多厂商议价 为什么那么贵 对 他们说他们就回去 在事情爆了之后 再回去改那个标单的内容 说哎呀 不是只有基地台 我这次买的 还附加了很多东西 但是蔡委员是这么说的 我原文呈现 她说问题是 擦屁股没擦干净 留下一点屎 所以闻到臭 意思就是她虽然回去改了标单 手脚也没做得真 怎么做得真 没擦掉 因为手脚没有做得很细剧 所以还留下了尾巴 让她找到了把柄 可是那么讲 蔡委员这次爆料 到底是真是假说在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中华电信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中华电信 它一直是官股为大股东 所以这家公司 从神老一系列的 从中华电信民营化前后 这家公司始终跟政治 有很多扯不清楚的关系 然后还有中华电信 始终都有围标 或者是一些 内部采购上的传闻 因为她从董事长 就是政治酬庸嘛 她既然是政治酬庸的工具 我今天酬庸你去做这个位置 你当然要给我好处啊 对 但是我们讲 董事长的任内 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董事长被起诉过 我讲的没有一个董事长 包括毛治国 毛治国也有一些传闻 但是从来没有被起诉过 民进党时候的贺成蛋 也有一些传闻 但是呢都没事 像神老师在贺成任内签约的 但是我要讲 中华电信有没有被抓到过 它被抓到的金额呢 大概我记得是24亿 24亿 可是你不要以为这个金额多大 对中华电信来讲 它有一些采购案 累积下来24亿 不是大案子哦 不是大案子哦 像中华电信它有说 电脑桌面设备的耗材的采购 那个是有集团在绑的 24亿里面其实事实上 是有一些钱会回流的 这是一种 第二种就是政治仇佣的 政治仇佣呢 你现在看板上看到那个胡锦标 这是很典型的政治仇佣之一 胡锦标原来是原能会的主委 2002年之后下来之后呢 安排他去一个地方 当时安排他去到呢 中华电信下面的一个子公司 叫中华投资 中华投资 对 好 听起来这种 不知道在干嘛的公司 最好A了 这家公司有很多钱 经常会有那种 你看名字 什么叫投资公司吗 对 那以前 以前中华投资的董事长 其实就是领甘薪 你只要挂名上下班 一个月就是几十万的薪水 还有车友办公室 你可以什么事都不要做 然后你还有特资费 你还有交进应酬的费用 可是我们在胡锦标 这个胡大主委呢 很假的 他有一个好朋友 叫图景树 也是一个律师 他们就合作 就去买了一些 外国公司的公司债 然后呢 他就搞掉了 这个中华投资 八千万 那事情简单讲 是因为八抗之后呢 我们这胡大主委 还干了些什么事情呢 落跑 跑到加拿大去吗 对 跑路 所以我们后来还把它 从国外引渡回来 你知道吗 那时候给民党非常没有面子 他是民党时代的原能会主委 还是我们吕副总统推荐的 然后到了酬庸的中华投资公司 公司到董事长呢 光这一笔就八千万 还有其他的哦 不是就八千万 最后 胡锦标还没事 为什么 他跟中华电信 后来和解 他负责要还这八千万 那中华电信就撤告了 所以他现在没有事行 他虽然曾经潜逃 但是呢 现在是没事 他只要负责把钱防完就好 可是为什么要讲胡锦标 胡锦标就是一个政治筹庸的案子 因为你当过高官 你当过部会首长 推下来之后 要给安排个位置 那么讲哦 神岛的董事长 赖峰伟先生 以前是这个澎湖县县长 后来当过总统府副秘书长 当过在考试院当过部长 后来不是辞官吗 下来当神岛董事长 七个月嘛 不到八个月 某一个角度 他懂电信吗 懂通路吗 就是门神嘛 就是仇佣嘛 不止这样子 我再补充一下 我有一次还拿到一张名片 因为这个 大家都知道立委朱凤之嘛 那我想说 他不当立委了 拿到名片 中华电信上海公司 就是上海一个转投资 那你就想说 这也是 那刚刚讲的中华投资 胡锦标走了之后给谁 就是民进党执政嘛 就是给 没有选上新主立委的张学顺 所以我觉得蓝绿都一样 蓝绿都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中华电信的公司里面 有很多事情 总是会跟政治有关系 所以讲老百姓的语言 叫官商勾结 就这么简单 做官的跟生意人勾结 然后大家的口袋都卖客卖客 说到官商勾结 事实上现在最大的官商勾结案就是远通ETC 那么很多人就在想说 徐旭东不是一直出来讲吗 瑞德 他说好 我是做公益 是 我是做公益 你们还骂我 对没有错 哎呦 自己搞得好像是大好人一样 他真的是做公益吗 对 他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难道他只是为了要赚 ETC那个高速公路 每一年16亿的尾办费 然后就被骂到臭头吗 观众朋友 绝对不然是这样 对 你知道吗 就在去年底 悄悄的悄悄的 远通集团的另外一个 这个关系企业叫做远传电信嘛 6亿 比如说一个什么东西 交通资讯云 什么叫交通资讯云 各位啊 现在讲究云端 就是把很多的资讯都全部都在云端 我们有一个东西 就是必须要 在交通的部分进行一个 所谓的全国所有的路况的即时路况监控系统 要把全部都为省道 线道一直到国道 全部能够掌握 那这个要这样做的原因是 对外标的这个原因 理由是 要让政府的资讯呢 那个即时可以公布 除此之外呢 也能够掌控全国所有的即时路况 会有问题来啊 现在阿关啊 远传得标啦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讲那个比例给你听 远通电收在国道的部分是 百分之百 车牌辨识系统 然后呢 在快速道路 跟这些所谓的观光重要的用点是 超过六成以上 省道超过五成以上 线道超过两成以上 什么意思 全国有七种不同的层次的道路 到时候 全部整个路况 都在远传电信跟远通电收的掌控之中 这有什么奇奇怪呢 好听的讲 是即时路况监看就对了 就好像有点像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就对了 但是 如果全部都装了这个即时辨识系统 阿关你知道有多可怕吗 以后 总统 副总统 行政医院在野党的主席 所有人的车号 全部可以即时监控 那么 如果 如果 万一被对方所害进去了 我们说这样比较好听 可是他们常常被害 被万一被害进去了嘛 不管是82医师还是28医师嘛 害进去 外恐怖你知道吗 我们对岸的人 只要害进去 中共他们就可以立刻掌控 几秒钟透过电脑 害进去 这个系统以后 全部都知道我们的人 全部在哪里 这不是单纯的一个 等于说 等于一个道路的即时监控系统 不是 这变成一个国安的问题 非常恐怖你知道吗 还有 我更恐怖是这个东西 这个技术 这个东西叫做 Happy Gold 对吧 你在收购 在大圆白 在运船 在全家 买东西 都可以用这个集点 可以用现金 用一些有的不的 直接接地就对了 那现在呢 他们推出了一个 深光 结合他们自己厂商的东西 叫做什么 远东 Happy Gold 手机信用卡 这也是结合 他们自己的东西 听起来不错 蛮好的 对吧 如果这能够结合 E-Tag的话 哇 这怕死人 这个将至非常大的一个 等于说 一个很大很大的市场 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 等会继续来告诉你 将来你车上 装了E-Tag之后 难道你以为 就在高速公路 过一个收费战 或过每一公里 他可以赚钱吗 不止如此 到底 徐旭东 在打什么算盘 同时要来告诉你 反E-Tag的联盟 他们又在愤怒什么 等会来做讨论